大广TSMC 現時期三月 群人的地震發生 工廠都迫不及生產男人員 一時大費用 外媒關心花蓮強震後 台積電狀況 畢竟4月3日上午地震後 逐科馬路旁及滿科技廠員工 還有人穿五成衣正在廠房外 逐南園區立基電 台積電部分預防性停機 台積電說明4月3日地震發生後 10小時內晶圓廠設備復原率超過70% 新建晶圓廠向晶圓18廠 復原率超過80% 雖然部分廠區少數設備受損 影響部分產線生產 但最重要的是 造價動輒數億美元的EUV 集子外光科技沒有受損 另外借松一口氣 週三地震後 台積電股價小跌1.2% 也顯示市場並未信心潰散 整體的產能如果沒有受到影響 這個即使對於未來整個後世 包括台積電這邊的營運 其實影響就相對是有限 地震發生後立刻召回工程師 回到工作崗位 調動所有可用資源以確保恢復生產 儘管台積電對地震帶來的營運風險 早有準備 但這次地震後外媒認為天災加上地緣政治緊張 台積電晶片製造集中在台灣 風險其實相當高 而且半導體設備材料非常精密 晶片只要有一點小瑕疵 就得報廢 可能造成數千萬美元損失 不過台積電也澄清地震對第二季 猜測影響程度還有待確認 成為全球關注焦點 保安新聞總的報導 民生曝光室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